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美国国务院负责对朝政策的特别代表金城 国务院制裁政策协调员丹尼尔·弗里德等官员 出席会议的韩国官员有韩国外交部负责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使金鸿军 据韩国外交部提供的信息 会议期间美韩两国朝核问题特使预计将就朝鲜最近的调讯和威胁 以及朝鲜的核项目问题举行磋商 这次会议之前金城和弗里德短暂会晤了韩国外交部长尹炳士 此前美韩官员与星期一举行了高级别会议 讨论制裁朝鲜问题 包括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的2270号决议 朝鲜外交部的声明说 美韩一致同意保持密切合作 加大对朝鲜的压力和制裁 让朝鲜清楚地知道 如果他继续挑选就将会面临国际社会的强有力回应 朝鲜今年1月和2月先后进行核实验 和利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火箭 联合国安理会本月稍早一致通过决议 明显加强了现行的对朝制裁措施 几乎与此同时 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二稍早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指导了新型大口径火箭炮发射 之前朝鲜星期一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发射了5枚短程发射体 韩国军方推测 5枚短程发射体是大口径火箭弹 韩国军方联合参谋本部副发言人说 朝鲜去年一年都在进行各种试射 参谋本部认为 朝方改善武器能力的试射 是他们新的自主武器研发的一部分 美国之一新闻报道